已經是可以平到滿分的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它有連衣的效果 跑出來之後呢 你如果要看到路線,比如說今天有一個導遊,他介紹日月潭,他怎麼介紹呢? 游標點到這個黃點上 有沒有發現 點它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就秀出來了 日潭月潭 月潭要縱向的字 第一個題目就是考你有沒有辦法把字改成縱向的 第二個考什麼? 考當我點了這個紅點的時候 這個群組 要跳出來 所以 以後會考到 點擊某一個 畫面上的圖 或者是任何的元件 他能夠做 觸發的這個動作 這個動畫會出來 那這個要怎麼做? 等一下要講的 再來就是下一頁 下一頁當我進到這裡的話 我要跟 遊客講說 等一下我們的 那個 坐船的路線 大概有這樣子 不過你要這樣講 不是那麼的 有感覺啦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做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當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己跑 如果今天你要做出一個效果 上面這一個 他能夠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自己去跑路線的話 怎麼做 這個很好用嘛 以後你要跟大家介紹 動畫上面怎麼做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效果出來 你當然不用去寫 要做flash的話 flash也很麻煩 但是用powerpoint來做最簡單 所以有時候做動畫 乾脆你就用 powerpoint的方式來做就可以了 OK OK 然後呢再來 下一個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特效 那接下來就說呢 我們要乘船的時間多久 一個半小時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讓那個 遊客有那種 時間過去的感覺 最好的方法是 這個時針跟分針可以轉動 那時針跟分針怎麼轉動 以後如果你在一個 放一個時針在上面 然後上面不是放了兩個 一個時針一個分針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他轉動 而且他轉動呢不能亂轉 不能一定要怎樣 分針要繞一圈 然後呢 時針繞幾度 30度吧 懂意思嗎 分針繞一圈360 那一個小時 那時針繞多久 因為12個小時嘛 所以360 除以12嘛 這應該有 有概念 那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的話 時針到幾度 一個半喔 就是360再加180嘛 對不對 應該懂意思吧 分針繞一圈不是360 一圈 那再半個小時不就 再一半 一半是180嘛 對不對 所以加起來就540 那 10針要繞幾度 一個小時是30度嘛 半小時到幾度 就再加15嘛 對不對 所以幾度 45度嘛 所以他繞 540 那10針 10針就要繞45度 這個應該 應該有 因為這一題就是要叫你做這個 效果出來 也就是你點他之後的話 各位要發現 他開始轉了對不對 而且這邊要跟著出現 而且剛好轉幾度 540 這個要轉幾度 轉45度 從12點一直轉到 45 不過好像有一點點偏了 因為這個感覺 因為他這個時鐘是橢圓的 看起來 實際上就是一個540 一個45 這個也是等一下要做的 這個效果要怎麼做出來 OK 那這個 這一題就是 我們要 做答的 那因為 你如果 我都沒有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效果 你感覺不出來 你不知道說奇怪 老師做這麼多東西 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做這些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一題來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剛剛的效果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 第一頁裡面 要怎麼樣去 當我按下這個圓點 可以跳出這個東西出來 第二個呢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按照我的 畫的路線 可以去跑 第三個就是這個繞圈圈 那怎麼做 題目裡面都有 你就照題目 講的 然後呢 我跟你們講的 你就是把他聯想在一起 你就記起來 那他不要死記 不然如果你死記 你考試一定做不出來 要理解的 所以為什麼 跟各位講說要去算那個什麼540度 跟45度 因為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轉 頭痛 OK 好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題目要求 各位稍微看一下 手邊最好有這個題本 第一個就是樂壇 文字變成直的 第二個的話呢 設定群組3 動畫由按下 那個黃點 觸發 OK那怎麼做 第一個 怎麼把它變直的 點這個月壇之後有沒有 記得喔 點裡面之後再點框框 然後呢 把它改成直的 直的就是在常用裡面這邊不是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什麼文字方向 對不對 有個A 點下去 改成什麼 垂直 按下去 比較好 OK 所以這邊的功能就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把 這個群組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 他可以跑出來 這個第一點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群組叫什麼名稱 那他會跟我們講說群組3 什麼叫群組3 特別注意喔 其實畫面上面的東西呢 都會在 選取裡面的選取窗格 剛剛不是有個動畫窗格的 如果說 你們畫面上面有很多的 圖啊 很多的小小圖案 你要知道說他叫什麼名稱的話 請你選擇什麼 叫做 選取窗格 這個選取窗格主要用於說你畫面上有的那些物件喔 他都會幫你放在這裡 那如果你把它群組起來 應該調整群組吧 好幾個你可以把它變一個群組 那也會秀出來 所以從那個選取窗格裡面可以看到 群組3 就是這個群組 我把這邊稍微 縮小一點點 好這邊把它縮小 各位可以看一下群組3指的就是這個框框 那裡面有 矩形 有沒有 裡面有那個矩形 矩形13是指的是這個 然後還有矩形12 另外 多加一個什麼呢 群組 有沒有 群組15是包含這個圖片 跟這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其實指的就是 這四個東西 會變成一個群組3 對不對 那這個群組3 做法上我想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然後呢 我要怎麼樣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 這個小小的黃色按鈕 那黃色按鈕叫什麼呢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點一下這邊就可以知道 他叫什麼 橢圓2 也就是說呢 當我按下橢圓2的時候 然後呢 他要能夠出現 這個群組3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動畫裡面 再來的話 第一個 我要知道上面的東西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把群組3 先關掉一下 我們主要是了解 他的 組織 再來就是了解什麼 動畫 所以在動畫裡面 有個什麼 動畫窗格 動畫窗格呢 你看一下 他已經幫我把動畫做好了 有沒有 這個動畫已經做了 可是呢 由誰去觸發呢 並沒有指定 所以呢 我要能夠把這個動畫 已經做好了這個動畫 要當我按下 這個原點的時候 觸發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如果要觸發 這個事件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 在上方會有個叫做 觸發 程序的選項 那我們可以選擇什麼 選擇 這個 特別如果你怕選不到的話 請各位注意用那個 我剛剛講的 常用裡面的選舉窗格 舉行3 你先把這個 群組3先點一下 那他的出現呢 他的出現是動畫的方式 動畫也做好了 我要 當我點他的時候 他要出現 特別注意 第一個先選群組3 第二個的話呢 請切到什麼 切到動畫 動畫裡面呢 有一個叫觸發程序 觸發程序是當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被按一下的時候 他就跳出來 當那個黃點 黃點是什麼 就是橢圓2 對不對 剛剛我不是跟各位講那個 群組方面裡面有橢圓2 黃點 這邊題目裡面也有 題目裡面沒有跟我們講 黃點是哪一個 所以你要自己去知道 他叫 橢圓2 所以點擊之後的話 就可以了 群組2 對不對 觸發程序 再來怎麼樣 橢圓2 OK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test一下 這個可以關掉一下 你可以在直接在這邊 去做放映 那放映的時候呢 動畫就出來 當我點他的時候 會不會跳出剛剛的動畫 有出來 那表示你這個地方得分 第一題就完成 第一個投影片 就完工 OK 所以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 應該觀念 大概知道吧 所以等一下 主要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常用裡面的 選舉窗格 去了解他的結構 等到知道之後 點他 再去 動畫裡面的 觸發程序 這個就OK 所以兩個動作 接下來的話 切到 2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 第 第二個投影片 他做什麼 設計投影片2的動畫效果 就是設定這個東西 這叫這個什麼 這叫 墮吧 這個墮 從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鏡頭方向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 路徑動畫要 平滑開始 2秒鐘 平滑結束2秒鐘 期間的話是 10秒鐘 所以這樣跑 總要跑 10秒鐘 然後要有平滑開始平滑結束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先點選這個墮 這個墮把它點下去 我要針對他做什麼 動畫呢 就是 給他一個路徑 他照我的路徑跑 好多久呢 跑10秒鐘 好那怎麼做 第一個 點下去 找一下 其實 有沒有看到 影片路徑 所以第一個先點墮 第二個的話呢 點哪一個呢 點 這些都不是嗎 也猜得出來 自定 點下去 然後你就開始點 從這邊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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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然後再沿這個方向 反正點放嘛 你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不然差太多怕那個程式 他沒有辦法 去判斷 我以前會做很多事情 我會覺得 我以前會 亂點之後 然後再給他評分 有時候他好像 只要你有點上去 他就會 算你正確 因為他沒有辦法 很精確的知道說到底點了對不對 他只有大概說 你有加一個 路徑正列 所以我之前就給他亂點 點完之後給他評分看 評分還滿分的 所以 當然這個 這個 這個只是說 你要去 test 不然等一下你們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你再告訴我 OK 那最後的話 在結束的地方點兩下 就開始跑了 對不對 所以 非常的簡單 以後你要做一個動畫 一個圖 你要讓他怎麼跑 第一個 路徑跑出來了 第二個什麼呢 時間跑多久 幾秒鐘呢 10秒鐘 所以請各位這邊點 這樣點太慢了啦 你乾脆直接選這邊 然後把這邊改成10 這邊把它改成10 OK 接下來的話 他有提到就是說 那我要平滑開始 也要平滑 就是剛開始 好像smooth一點點 不要 一下就跑了 那這個怎麼做呢 特別是 最後呢 還要利用 動畫窗格 動畫窗格裡面有個進階的設定 特別是以後你做完動畫之後 如果你有一些 進階的設定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每個動畫的 右邊 有一個小箭頭 進階的設定 通通躲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這邊把它點擊下去 有一個什麼 效果選項 特別是進階的選項都在這裡 然後呢 會出現 平滑開始 平滑結束 幾秒鐘呢 2秒鐘 2秒鐘 不就設定好了嗎 所以剛剛我不是按一下 然後那個 那個舵就開始 按照我的方式 跑了10秒鐘 那他會剛開始 慢一點點 緩慢的前進 然後 然後再順 最後 快結束 又緩慢的 結束 平滑開始 平滑結束 就這個 效果的話 當然說 應付考試是這樣 如果以後自己玩的話 可以再玩玩看 太多地方可以 把它做得好 以前要做fresh的 現在不用fresh 這個比做fresh更簡單 如果說你要產生那個什麼 動畫 影片的話 其實你找一個錄影程式把它錄下來 它就變成fresh動畫了 跟fresh動畫的結果其實也差不多了 可以 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那意思 反正它也可以做出動畫來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把它變出來就對了 OK 按確定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預覽一下 這個動畫窗格 先用動畫窗格 預覽一下 平滑開始 2秒鐘 然後總共時間 是10秒鐘 最後呢 2秒鐘 就平滑結束 我感覺好像平滑開始 平滑結束 它不是很明顯 但是會有 比較 smooth的感覺 OK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2個投影片 應該很簡單吧 看起來很難 可是實際上 不會那麼複雜 OK 再來的話 1.5個小時 我剛剛講的原理 首先的話 他第2個 第三個是 這個 要剪裁 所以他第3個 投影片3就是時鐘 要先把時鐘 採檢位置高度讓他變2.8 然後讓他陀螺轉極度 45度 而且他是 順時針旋轉 你不要逆時針 一定要順時針 因為他是時鐘 再來的話 與前動畫同時 時間為 5秒鐘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採檢 就是 點一下 再來按右鍵 大小集位置 裡面就有個叫採檢的 採檢的 高度 他要多少 2.8 所以 採檢 高度 2.8 輸入上去 他的效果 點旁邊一下 圖片的位置 好像不是更正一下 應該是下面這個 然後先取 取消一下 先 先感受一下 印象中好像 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採檢 然後他的採檢位置還對 採檢位置 採檢位置 2.8 題目要求是 採檢的位置 2.8 採檢的位置 2.8 高度2.8 所以特別注意 題目也有講到 採檢的位置 他這邊有說明 OK 底下會 蹦出一小塊 這樣才正確 再來的話 我們就已經採檢的 2.8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針對這個時鐘 做 陀螺轉 所以插入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 就一個陀螺轉 點下去 但是 陀螺轉 現在已經轉了 但是呢 我們現在轉的角度 跟時間 我們還沒調整 要5秒鐘 所以這邊的話 請把它調整到5秒鐘 也就是說 他轉 要轉5秒鐘 然後角度的話 要直轉45度 那現在已經轉了360度 所以錯了 怎麼改呢 特別注意喔 進階的選項才能改 進階選項在哪裡呢 動畫窗格 哪一個呢 這一個 有沒有 旁邊有個箭頭 效果選項 360 改成多少呢 45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容易錯 很多同學45就把它點旁邊錯了 45 馬上按Enter 如果你沒有按Enter 點旁邊還是360 所以很多同學 想說輸入了 就點旁邊 只是沒有進去 再來的話 就是說 5秒鐘 45度 那順時針 預設就是順時針了 再來與前動畫同時 5秒鐘 OK按確定 那記得就是與前動畫同時 我們就做出了這個效果 再來是 時針 時針記得點一下 時針 那時針要做什麼效果呢 這邊 題目也有講到 這個時針的話 也是 要轉 540 它的高度 採檢高度要是 5.8 跟前面是一樣 只是 只差就是 540度 OK 我們做法上 點一下 按右鍵 大小極位 一樣採檢 把這邊高度改成 5.8 跟前一題 時針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 一樣要加一個 新增 陀螺轉的效果 然後呢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的效果選項是 540度 剛剛是 360 剛剛是45 這邊改成 510 Enter 按關閉 那什麼時候發生呢 接續 這邊應該是 也是與前動畫同時 為什麼 因為它要同時 時針跟分針要同時轉動 不然你不能說 時針轉完再轉分針 怪怪的 要同時轉動 那時間也是5秒 5秒鐘 也要跟剛剛的那個 時針轉的時間是一樣的 OK 好了 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你可以轉轉 播放看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非常的 有沒有 就跟一般的時針一樣 轉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有沒有 這個轉540度 然後呢 時針 轉45度 OK 大概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奇怪 不然它怎麼沒有 撥一半 OK 那就很Smooth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到第 第4的 再來的話 還有什麼其他的效果 大概先講到這裡 不然太多 怕各位記不起來 那做完之後 特別最後 剛剛第1個動作 記得是選 選 選這邊 這個是 題目要給我們 就是那個 他這個地方 就是群組3 那是由他去觸發 所以將來是 點了這個按鈕 他就觸發了 那我換下頁 是用按滑鼠動作 去換下頁 所以你會發現 你現在點不行 剛好同意 為什麼 因為 這一題 的那個什麼 切換 有沒有 記得 他故意 他應該是故意 在這邊把你打勾取消 所以剛剛好像有同學要 測試 還不能測試 為什麼 因為最後 最後第5題還沒做完 所以第5題做完 才可以 測試 所以這題有點是不是故意 要考你的 所以第1個 我們切換效果 第1要做什麼 他題目要求 我們要做什麼 做一個 連一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來看 那這個地方 我們做什麼 連一 題目有 連一 那哪一種連一方 你會發現這效果還不錯 2010的效果 然後要置中 所以這邊預設是置中 再來他 按滑鼠換頁 所以他預設是沒有的 你要必須把它點下去 這個動作一定要點 123 OK 然後這一頁要做什麼 這一頁的動畫是要做什麼 立方體 所以這裡的話是一個立方體 找到立方體 再來方向的話 他要是自右 所以原來就自右了 不用改 按一下 換頁 這邊要打勾 就插在這裡 再來這一頁的話 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做 漩 窩 漩窩效果 點下去 哪一個方向的漩窩呢 字 左 字左 點下去 預設就有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題就是 選效果就可以了 方向其實根本不用改 按滑鼠換頁 那特別注意 因為剛剛 這個旋轉是由 換頁 所 他要點擊後才會換頁 所以這裡的話如果今天 播放的時候 有沒有連一就出來了 然後當我點了他 他就出來了 再來點旁邊一下 才能換頁 那什麼時候讓他跑呢 按一下滑鼠 他才會開始動 所以剛剛那個換頁沒打勾 他不會跑 OK 那就跑完了 再來點一下 下一個 這個漩窩 感覺效果還蠻不錯的 OK 那這個時候呢你要再點一下 他的觸發是 按一下的時候 然後後面兩個是時針跟分針 與前動 與前動畫同時 所以按一下的時候 除了 這個動畫跑 這兩個動畫也跟著跑 OK 再按一下就結束了 好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這一題 基本上 這個範例還蠻好的 可以當成是不錯的範例 那不過這是考試題 另存心檔一下 BPA01 儲存 我剛剛已經存過 我把它再取代一下 再來 把它評分 按確定 那其實那個評分呢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 全部這邊的話 評出來20分沒問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